美国是联邦制国家,各州的法律不一样。离婚案件和离婚协议,对应的家庭法、与合同法、侵权法等等,一般属于州法范畴。 另一方面,移民法是联邦法,作者是移民律师,客户来自全美国各地,因为全美国的移民法都是一样的。 专利法、商标法等等也是联邦法,作者有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DC的律师执照,同时是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执照的专利律师。 如果离婚双方能够达成协议,那么,财产可以按照双方协议来分配。 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呢? 在以下几个州,实行的是Community Property原则,配偶双方在婚后取得的 不管是谁挣的,包括工资收入、投资收入、经营收入等等,都会按照五十五十的标准,各分一半。 加州、德州、华盛顿州、威斯康星州、亚利桑那州、内华达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、新墨西哥州、爱达河州。 在阿拉斯加州、田纳西州、南达克塔州,离婚双方在一定程度上,也可以选择按照上述原则处理财产分配。 在美国其他各州,实行的是Equitable Distribution原则。 在财产分配时,考虑的内容一般包括配偶双方对家庭的贡献,包括在金钱方面和其他方面的,比如对家人生活的照顾,婚姻关系维持的时间长短,配偶双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,婚后的财产是如何取得的,每一位配偶的负债情况,欠税情况,以及财产的类别,比如是银行存款还是不动产等等,每一个州不同的离婚案件。 都可以有区别,还要看双方各自的要求打算,是否愿意妥协还是要经过法庭斗争。 比如说,一位家庭妇女,从来没有外出工作过,如果法庭认为她为家庭做出了重大贡献,而且在今后需要足够资金来维持生活,法庭有可能会把较大百分比的夫妻共同财产分给她。 夫妻婚前各自单独拥有的财产呢,这个可以不受影响,但是,还有抚养费的问题。 怎么证明这个财产是婚前就在个人单独名下的呢? 有的财产容易证明,比如房产,有文件契约,有的就不容易证明,比如现金。 因此,有些人选择会在婚前签署协议。 此外,对孩子的监护权,有时更是双方争夺的目标。 总体来说,美国的离婚率在近年来有所下降,每一年里,已婚夫妻中只有不到15%离婚,是过去50年来最低的。 此前,在80年代和90年代,每年的离婚率超过了20%,但是,同时,结婚率也一路走低。 在1000个未婚成年人里面,每年只有30多个结婚,还不到40年前的一半。 结婚率低的原因之一,是离婚时的各种手续和代价。 如果配偶双方,有为成年子女,一般来说,会有父子女抚养费,Child Support的义务。 即使目前没有工作,即使双方商定不带孩子的那一方,可以不用付抚养费。 法庭从孩子的利益角度出发,也很可能不同意这样的协议。 在一方家长有工资时,如果不肯付钱,法庭可以判决从工资里面,直接扣钱交给代子女的那一方。 要是死了呢?为了避免家长,以死来逃避责任。 法庭有可能要求家长购买足够的人寿保险,以便在去世以后继续有钱付子女抚养费,有时还包括对配偶的抚养费。 要付多少呢?根据你的收入,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。 一般来说,如果孩子的家长没有犯罪记录或者不对孩子构成安全威胁,另一方不能拒绝探视。 即使对方拖欠抚养费没付钱。 另一方面,即使见不着孩子,抚养费还是要照付。 关于探视和抚养费的纠纷,可以在法庭上解决。 不能互相捆绑,养孩子的花费,包括医疗费用、教育费用、生活和旅行费用等等。 当然,双方也可以协商来确定和改变费用。 如果其中一方再婚,一般来说,找到的新配偶的收入,不会影响到子女抚养费的增减。 比如,甲已离婚,已带孩子,不工作,甲付钱,然后已再婚,配偶收入高。 但是,甲还是要继续付子女抚养费,但是可以影响到给配偶的 已再婚,配偶收入高,甲可能就不需要继续付了。 这个在不同的州不一样,经常还要看结婚时间长短,双方的年龄、工作收入、离婚过错方等等。 有时可以选择一次父亲,或者分妻妇。 很多人通过亲属移民取得美国绿卡,参见我们律所的文章《亲属移民绿卡》的流程,注意事项与常见问题。 与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结婚,可以通过配偶,提交I-130,办理亲属移民,提交I-485,或者办移民签证。 但是在取得绿卡时,如果两人的婚姻关系还不到两年,拿到的是条件绿卡,过后,在拿到绿卡接近两年的时候,还要办理I-751申请,去除条件,拿到十年有效的正式绿卡。 一般来说,在提交I-751申请的时候,配偶双方需要一起在I-751表格和支持材料上面表明婚姻关系仍然在持续。 但是,如果双方已经离婚,或者一方去世,那么另一方也可以自行申请,需要证明在结婚时是有good faith诚意的,并且提供对应的证据。 如果离婚,或分居,是因为家暴等原因,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。 家暴或者其他犯罪受害者,还可以申请已有签证,还可以考虑提交I-360申请,自己办理绿卡。 此外,一些亲属移民申请人曾经有违反移民法,比如非法拘留,未经许可打工,或者违反其他法律的问题。 在与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结婚办理绿卡的时候,可以考虑申请I-601豁免,有时还需要办理I-212豁免。 参考我们律所的专栏文章,办理绿卡公卡或签证时,怎样说服移民局取得豁免或加速。 以上内容由新卫明律师事务所提供,公教育和交流目的,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,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。